跟新土地区都已经上场了 经济部长王美花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一行人 9号一早来到石门水库试查 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 台风都没有直接登陆台湾 加上梅雨降雨量又少 造成北区最大水库石门水库闹水荒 蓄水量只剩44% 之后不排除会再往下掉 目前经济部预计从14号开始 针对供水县市实施夜间减压供水 未来还有再扩大的可能 而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不排除透过南水北调等方式 来确保民生工业用水无余 农业部分则会再跟农委会讨论 我们现在是要确保工业跟民生用水都无余 所以对二期的这个冠会从桃园到台中 这个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措施 那我们会在下个礼拜三 跟农委会确定之后会宣布 很多人常讲台湾没水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平均的问题 所以这个南水北调 北水南调的事情持续要做 而针对水库水情拉警报 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 除了节约用水外 也已准备启动战备水井 我们的备源的部分 包括战备水井 一天可以出水四万吨 那我请水务局 战备水井要全面启用 那另外皮塘的蓄水 有五千万公吨 那我们现在已经 这个请两个水力处 针对这个皮塘蓄水的部分 如何反馈来用水 那也应该做好准备 王美花再次强调 目前在民生及工业用水无余 不过除了相关单位 努力协调供水 民众也要留意 从生活开始做起节水 原是新闻日子 桃园龙潭采访报道